15公斤 才15喔 可以抱他身上 沒有人在看 沒有人在看的屁股 大家都要看那個栗子 好可憐喔栗子 要騎我的腳了 等一下 那你就幫我翻譯一下 這邊是我的旋轉鞋櫃 心飛姐說閉嘴 就只有我跟妳在對話裡 其他人生也真的聽到 閉嘴 在那邊這樣 好黑喔 好黑喔 歡迎光臨間的女人我最大 然後我今天呢 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說 這些人都宅出 變成一個大藝術家了 再宅下去再關下去呢 應該就 本來就已經消效了 那如果說再這樣子 疫情再這樣關下去的話 他們會變得有多笑呢 別人笑我太瘋癲 我笑他人看不穿 好我來看看他們在嗎 拆拆耶 有一隻拆拆耶 喔 拆拆也笑了 啊怎麼都沒有人 好我們來歡迎呢 今天報名的小雜母 有槍槍 林彈 林彈還有林彈老師 好可愛喔 新美姐好 你好林彈你好 第一次見面對不對 對沒錯 我們還要介紹一下栗子啊 栗子 對栗子來過來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這是栗子我的好兒子 好可愛喔 等一下 因為我想要抱她走一個秀給大家看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哇塞 哇塞 她真的好可愛喔 對啊 她應該有30公斤了吧 她有15公斤 才15喔 可以抱她健身 沒有人在看 沒有人在看的屁股 大家都要看那個栗子 好可憐喔栗子 哇 哇 她實在是太重了 因為她有15公斤 我現在超太喘了 來 你怎麼這樣也喘啊 哈哈哈哈 有這麼傳嗎 喔她這個真的是 一般健身教練 看到她 他們都害怕 因為她太重了 來了一個大師 她要跟我們連線 她應該是我覺得是所有 嗯 命理啊 面相啦 看風水啊 的大師 就是 大師界的那個 湯姆克魯斯 哎呦 湯姆克魯斯 湯姆克魯斯 歡迎我們的阿湯哥 耶 嗨 哈囉 大家好 哇 好久不見 新妹姐好 大家好 今天來幫大家 算命是不是 啊 算命 最喜歡算命了 阿湯哥你就 想要先看誰的風水 好我們就看 就是 台灣最風的囉 對 你看我的風水 阿湯哥 我今天這個連眼中 都有為你而做打扮 哈哈哈哈 好可怕 很避邪很避邪 很避邪 因為我知道你喜歡什麼樣的女人 我特別為您打造了今天的這個整個妝容 喜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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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你想要看我的 我的 我想要看 我想要看 新妹姐要看是不是 好的來 首先呢你們是不是很好奇 我的整個房間的首相呢 來 我有看過牆牆改造成的樣子 對 我也有看 那是我的床鋪 因為我床鋪還是有點亂 因為我今天剛剛去整理了一下我的那個衣服 所以我把衣服 今天穿過的衣服就先丟在上面 我晚點才能夠歸類啊 那這邊是我放衣服的地方 這個是對 就是我改造之後呢 我這邊就是有個燈 然後就是我要找衣服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尋找 這邊是我還有一個地毯 地毯這邊的話 他又要騎我的腳 等一下 等一下 那我後面這邊還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喔 這個叫做 有一個鏡子 那打開之後呢 裡面會放很多手飾 視頻 哇賽好多喔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 下面是一些香水 上面我可能放一些比較小的刷子 可能就是外出的時候 再稍微整理一下 那還有這些是一些配件啊 這些都是可以掛在上面的 讓我們比較好整理 也方便的去選擇 那麗子借過一下 他卡在這裡 看不了 妳是奶的話就是我那個 那姓梅姐的抱歧 對不對 麗子啊 我是在看你奶頭跳出來 麗子 麗子 那我們先看這個 等一下喔 這邊打開 這邊是我放了靴子的地方 誰在看靴子啊 這邊是靴子的地方 穿襪是沒有啦 沒有沒有 沒穿沒穿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整個就是整個感覺 他聽不到 然後呢 到這邊來 他沒有奶頭 他沒有奶頭耶 到這邊的話 一直接過 我聽得到 我聽得到大家說話 有別人說話嗎 有啊 欸 沒有我只聽到林彈的聲音而已耶 我們現在就請林彈幫我們問他 從頭就中你的聲音 我其他人都沒有聽到 你幫我問 他說你是不是沒奶頭 我沒有奶頭嗎 你沒聽說 喔錯 我奶頭很大 這麼大一顆 這麼大一顆 重點是我平常那個 那個胸貼到貼很多 你知道嗎 這個這個乳液啊蓋住好不好 但算是這麼基本上 不至於穿幫吧 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師兄打扮嗎 很辣 喜歡很辣 你記得幫我翻譯一下 他們 我們都聽得到 他們聽得到 他們聽得到 完全只能聽到你的聲音 他說奇怪 怎麼搞這個 我好像從頭這個女的在乾笑 乾笑什麼東西啊 哈哈哈哈 我說奇怪 我這個從頭 大家都有在笑 都從頭這個女的聲音 那你就幫我翻譯一下 這邊是我的旋轉石櫃 那個 新貝姐說閉嘴 這就我跟你在對話 你看啊 提他其他人聲音 真的聽到 閉嘴 他看得到 很亂 對不對 那他看不到的地方 也就是說他櫃子裡面 卻又很整齊 是 你懂我的明白嗎 所以他這種就是 關起來自己世界 感覺自己很清晰 但外面的世界 這種雜亂他沒關係 所以我覺得 一般來講的話就是說 以風水格局來講的話呢 其實如果你的房間的收納呢 盡可能不要做太多的開放式的 其實比較值得討論 就是後面有一個 比較性感的那種女生的圖畫 有沒有 就是像 對像一般我們講說 如果你的房間啊 例如說有羅女圖 或者是這種猛男圖的話 基本上很容易會有一些爛桃花的問題 要特別小心 這個是我在法國曬拿盒旁邊買的 我在等這個畫家死啊 這個畫家死了這個 我這個就可以漲價 這樣會代表你的情慾比較重一點 啊 情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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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正常的啊 好準啊 你有什麼要問老師的嗎 老師我想問一下就是 我這個房間改造的時候 你有看完整個感覺嗎 跟你之前的房間比真的差很多啦 不過我覺得你 因為你房間空間不大 但是你要注意的一點就是 你的鏡子有沒有照到床 我的鏡子有 主要是對床尾 我現在又坐在床上 那我前面這邊就是鏡子 你的鏡子呢 照到你的床部 代表什麼 你的感情會不穩定 而且爛桃花也會多 那現意就是說 如果你 對 如果平常那個鏡子沒有用的話呢 你可以拿一個布把它先蓋起來 然後要用的時候把它拉開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解決這個 那個鏡罩床的問題 哇那老師你今天這個跟我講完這個 全部都是爛桃花 那個那個兩個兩個兩個女人 我那不只有一個 我還有兩個 我的圖案有兩個女人 然後呢那個前面那個鏡子 那整個房子都是爛桃花 那這種的話確實 呃 那個情欲過重的話 如果夫妻之間沒有辦法互相滿足 那就特別容易會有一些 外遇的現象 要特別留意 就很應該是很 人很難有辦法滿足我啦 那如果真的有一些人他為了要 要掛東西 那要掛什麼 會比較好在房間 不要擺放例如說裸女圖嘛 對不對 會性感的圖 還有就是山水畫不要 有些人房間會放山水畫 那你放 如果放到床頭的話 會有零頭水 會有一些煩惱頭痛的問題 還有結婚照 我真的很喜歡放床上面的 很多人很喜歡放床 對結婚照不可以放在床頭 但是你放在床的左右兩邊床尾都沒問題 那為什麼 為什麼不要放床頭是因為呢 你有沒有發現如果你結婚照放床頭呢 然後你躺在這個床 感覺像什麼 有點像靈堂 對不對 移照啊 對 就讓人家覺得說 這個就是感覺 婚姻之後就會變得好像沒有那麼的順遂 因為已經走到了入木的階段了 所以其實你看如果你的床頭放畫 其實也很容易造成這種心理上的壓力 有時候如果你沒有掛好 他可能掉下來怎麼辦 所以床頭來講的話呢 其實如果你真的想掛畫 掛什麼最好呢 例如說像像日葵啊 或者是百合花 或者是花開富貴圖 類似這種的會比較理想一點 那基本上我的建議就是床頭還是要乾乾淨淨淨 會比較好 可是我從自從改造這個房間之後 因為我是去年大概十月份改的 那我改完之後呢 大概過兩個月 我認識一個男生 我就是應該是可以 應該是有桃花的意思吧 那這個男生他已經跟我這樣子 我們這樣子的關係應該有六個月左右了 怎麼樣 他是不是快要被你用爛 他也很厲害 我跟你講你那個不厲害的快 我整個fire掉了知道嗎 你這個腳口炸乾的 我這個知音補羊的 採羊補陰的 我們的相遇非常的奇妙喔 就是我那時候去跨年的時候 我去花蓮打碟 他就是那時候的那個活動裡面的鞍管 我一定看到他覺得他長得很帥 很帥非常帥 因為帥就會吸引我 但是我沒有想過去跟他講話的意思 我就多看他兩眼這樣子 那後來是我一個gay的朋友 旁邊很三八 我突然看到他 然後我就這個可以這個可以 就把他抓過來跟我拍照 我說這個我外面我就看過他了 我剛進來有聽過他 他說這個可以 我問他說幾歲 小我六歲 小我六歲我說這個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說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這個想法 還好吧 差六歲還好啊 沒有因為其實過去我是不能接受所謂的姐弟點 因為我覺得我可能我過去的經驗都是比我年紀大的 那年紀比我小的我會覺得會不會跟我東西沒有辦法談得了 或是說沒有辦法走進我的內心 我內心需要很深厚的 對很深厚的一些東西 我的其實那個gay是喜歡他的 那他的其實他是直男 但是他的目標他可能就是用這個方式去跟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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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這個男生兩個聊天 弄熟了一點 但是我那時候想說好啦那不然就我念我的名義去跟他搞吧 我其實他是沒有興趣對那個直男是沒有任何興趣的 因為他年紀比我小太多 那可能他後來搞不上搞不上那個男生 他就說那就來給我吧 他就說看多可憐吧 那個直男讓給我 他說哎呀你這個 你這個有什麼屁用啊 你裝化成這樣 那我今天這個一個老gay 我還要靠我來幫你把男人啊 剛開始的時候我那個gay的朋友就說 說哎呀不然就是上上看他好了啦 我那個gay的朋友就跟他說 來你一定要出來 當天晚上我包你幹到他 那他就他就他就來了 他就單刀附會一個人來我所有朋友的局 我就覺得第一這樣 第一次讓我覺得這個男生很有勇氣 他有辦法一個人附約到我所有朋友的 這些妖魔鬼怪的地方來 我覺得第一個我覺得還不錯 那你們現在相處起來也半年了嗎 有有你擔心的那樣嗎 比如說很多的想法 或觀念上面差距很大嗎 其實我是覺得哎呦 我那時候我去年的時候來上了女大 還在攝影棚的時候 我真的不可能接受姐弟戀 然後那次我記得欣梅姐有說 你就詛咒你找到一個 比你小六歲的牙醫 還怎麼樣的 這牙醫是沒有啦 牙醫是沒有 但是他真的小我六歲 對不對 我記得因為阿湯老師好像有跟老師 我們說 男女不要差幾歲 可能不要差六歲啦 因為六歲呢代表六聰的意思 其實我們一般在 好恐怖 所以我要把他甩了嗎 並不是說差六歲就不能結婚 而是說差六歲的話 如果你的生活習慣呢 都還是保持一定的 例如說各自做各自的工作 然後大家彼此很開放的態度交往 如果你每天溺在一起 這有一天一定會出事情 對啦我是覺得 我跟他之間是還蠻需要各自的空間 我們就說最近可能是因為疫情關係 可能比較有多時間 好啦可以見面或怎麼樣 但是我是說 他跟我擦流水 可是比較選的是 我們還是同一個星座 同一個星座 都是金牛座 所以那個幸運很強 你知道嗎 還不錯 因為那時候跟你們講 我那時候臉上都是大痘痘 你知道嗎 那時候那陣子那個服服裝不穩定 他還說我卸妝的時候 把他嚇一跳耶 你知道嗎 他說怎麼會差這麼多啊 我想說 可是這個男生在那時候 可以接受我 掌摸痘痘的時候 我會覺得他真的喜歡我 那 他那時候就是 我那時候曾經跟他說 我就不太希望男生 我自己喜歡男生去看我的東西 你知道嗎 看我所有的 所有的這個 網路上的東西 或電視上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那個 在我他們面前 我的形象會差很多 你知道嗎 因為在他面前我就使得 裝了一副就是 嗯 嗯 嗯 然後如果在那個 他們看到我那些 那些其他的影片的話 我會覺得心裡面會 他們會 看到我的真面目 所以我跟他講 你先不要看那個東西 但好好死不死 有一次就讓我印證了一件事 他的朋友就說 看到了我的一個東西 就說 欸 他不是變陰陽人嗎 說我是陰陽人 那這個 那那個是我在節目上面 曾經說過這個東西 沒錯 就是我只是討玩的 講的說 我是陰陽人 因為其實的內容 就是一個 呃 斷掰大賽嘛 他就直接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在節目上說 你是陰陽人呢 你到底是不是陰陽人 哇 這個我真的是氣到 我氣到一個炸開來 我說你幹過我 你說我是陰陽人 哈哈 我就 我沒有辦法接受這些事情 要慢慢的教育他 嗯 所以我說這種事情會讓我覺得 比較疲憊 所以我最後的預防方式是這樣子 我想希望等他的內心方面 可以再強大一點 再來去看我所有的東西 因為我可能很多理論 他可能不能夠理解 為什麼要這個時候說這些話 那有時候我幫那些女性 出聲的東西 他可能聽起來會很刺耳 可是他沒有去看說 欸我講這些話的意思 是在哪個場合說的 所以他不會理解你的心態是什麼 好 祝福你啦 祝福你 OK 那沒有什麼不好啦 好 琳淡呢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看琳淡 琳淡妳呢 哇 你也是很亂欸 對 OMG 我傻眼欸 就看不下去了 對 看不下去 看不下去 我真的沒有辦法 一個潔癖的人 看這種東西 潔癖 你真的有東西就很多 有 我像這個很潔癖 好 這是我現在睡覺的房間 然後 我的床 這邊是電視 化妝台是在這裡 然後衣櫃在這邊 門的話是在這裡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我要問說 我的客廳 因為 因為我請那個指南宮的經濟 然後神桌在這邊 哇 神桌 門口 門口 門口在這邊 然後 正面就是神桌 然後我經濟是放在 正前方是不是錯的 是要放在斜45度嗎 這個我也要問 好 你家還是走蠻傳統路線 跟我家好相 我家玩也是 都是木頭的 我爸爸喜歡 玫瑰同齡眼燈子 你知道打10塊 我跟妳講 你家這個跟我超像 對對對 我換這個房間 我爸爸罵得臭頭 對啊 我覺得換了 反而會心情更好 因為以前 以前我們的地板 都是像這種 就是比較傳統一點的地板 然後我換了之後 心情就會覺得很好 然後壁紙也是 是啊 就只能換自己的空間 都沒辦法動到外面 我也是 對對對 其實應該是說 你這個房子啊 本身它就是一個 吃老本的格局啦 這個房子很容易 會有一種家道中落的現象 打開那個落地窗 落地門之後 一進去啊 其實你是先 會看到你家的餐桌的 那叫開門見散 如果家裡有餐桌 它代表是一種 也是個財庫的象徵 當然有餐桌啊 有餐桌 可是 很難避掉耶 因為進門都一定會看得到餐桌 如果你是打開那個 我家是大圓的那種推的 我也是 我家也是推的那種 還木製的那個怎麼翻啊 對 我懂老師的意思了 像我家的餐桌 就不是一開我家的門 就看得到 就看到 我懂我懂 開門見餐桌是下一代會很懶惰 安逸 那如果說 不要生啊 不要生下一代啦 不要生啊 不要生啊 不要跟我要錢啦 不要想賣滿 真的我想很多 我都把我自己教成這樣 我沒有辦法確診 我能夠教他成怎麼樣 也是啊 如果要變成媽寶 要不要變成要投靠我 投靠我 我不行 我看你把那個歷史教成這樣 我看你也是 他很瘋欸 他會大聲前進 他會一直 我的腳 好好笑喔 是 好 所以他這個開門見餐桌呢 看能不能就是 嗯 稍微把它移開 怎麼辦 因為他們家已經沒有辦法 再隔一個隔屏了啦 那如果移不開 移不開呢 就餐桌一直保持都沒有菜 然後呢 就是 然後 放一盆花 上面放一盆花 那就變成說 你的那個 餐桌底下可以貼個五色鈔 五色鈔像我們新台幣啊 就有五種面子嘛 兩百塊是不是綠色 一百塊是紅色 五百塊是咖啡色 兩千塊是銀紫色 一千塊是藍色 他就變成是木火土金水 你把它貼到餐桌底下 哦 那這樣代表可以 嗯 貼在那個餐桌底下 不要看到 代表可以幫你生暗產 那我想問那個 金雞是要放在哪邊 比較好 金雞的話 其實你應該把它放在 你進門的斜對角 呃 是 右邊還左邊啊 如果以神桌來看的話 我們以神桌 神明看出去的方向的右邊 然後就是 要記得你的那個 金雞的頭要對大門 還有一個 我們來輕鬆一下 熱身一下 你是不是要叫我們跳舞 簡單的應援 還好 厚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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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防疫 你我一起 就這樣啦 對 很簡單 好 厚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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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 好 來 五六七八 厚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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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一, gå Miami 你,我 一, spy 很簡單很簡單 你是真的啦啦隊喔 真的啦 只是現在太尷尬了做一個人而已 我們不是人 我大概在幫你陪你跳欸 我們不是陪你 因為我戴耳機我怕我無法站起來啊 後輩後輩啊 我們應該要那個後退後退喔 後輩 欸對好厲害 是不是 啦啦隊就那幾招啦 在裡面這樣 後輩 哈哈哈哈 後輩 真的欸 啦啦隊真的是 是一個很尷尬的工作 我也這麼覺得 我們又叫不停 那再來呢Vincent 好 那我先從我的 Vincent我知道你最近很迷那個植栽 你買好多喔 你是要把家裡弄成森林 對然後我除了植栽啊 然後我還非常迷那個 風水的那個 風水節目 喔喔喔 我就把某台的那個風水節目啊 從兩年前 然後一直看就全部都看完了 看到最新的 對然後我就先從那個 我的大門口開始介紹 因為我門對門嘛 所以呢 我就去買了一個這個 絲咬鍵 然後這個就是絲咬鍵 可以化解那個 門對門的那個 好像八卦鏡的那種概念 畫紗 對然後又長得蠻漂亮的 然後一進來啊 就是 呃 這就是我的家 對然後我就在 我就在這個進來的這個 老實我想看你的貓 哦 他有一隻貓耶 他想多長一隻貓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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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胖喔 好乖 很乖 很胖 對 然後呢就是在這個柴位的地方啊 我就去買了這個 就是水晶 然後因為晶洞啊 我覺得晶洞長得有一點 就是沒有那麼好看 所以我就買紫金鎮 看起來就是比較時髦一點 我有看書就是說 好像在財位的底下放 虎偉藍 好像就是可以招財 虎藍 虎藍 哈哈 然後啊 就是因為我想說 呃 因為我的背後 這個客廳背後這邊是 蠻有類似像 黑色的鏡子的那種鏡面 然後因為之前是沙發嘛 然後沙發後面就是聽說 好像要放那個山水畫 好像會比較有靠山還是什麼 我就去買了一個大瀑布 大瀑布的畫 對就是會把那個柴 全部都倒向柴位這樣 哦 嗯 然後呢 因為像鏡子這邊啊 就是剛好跟我的電視有對到 然後就是有鏡對鏡嘛 我就去買了一個龍龜 就是可以化解 做了好多法 這邊很像真的是 很像做法會的地方 什麼地方都有玄機 這邊放個這邊放個那邊 放一個檀香 對但是呢 你看哦 雖然買了那麼多啊 可是家裡看起來 就是還是不會土土的 就是還是會兼具美觀這樣子 然後呢 我就在赤柴位這邊啊 我還買那種很漂亮的四方形的眼燈 就不是那種醜醜的 哦 有設計感的 對四方形的 然後啊 就是我常看 你節目啊 就講說 廁所好像 就是會關係到桃花運嘛 好美的廁所 然後在馬桶的水箱蓋上面啊 放一盆黃金格 聽說好像是不是可以 逛桃花 什麼的 嗯哼 接下來就是介紹我的 你不是很多年 你很多年都沒有桃花啦 其實我 其實我都蠻有桃花 只是就是 是亂桃花啊 就是沒有遇到喜歡的啦 哦 太挑了 你太挑了 你太你太挑了 你會覺得好像有更好的在後面 哈哈哈哈 起驴找馬起驴找馬 至少不孤單嘛 接下來呢就是 因為我最近剛好防疫嘛 在家我就是種了很多的盆栽 哦 風水節目有講說 就在陽台啊 你一定要放三盆桃花 這樣子你的貴人運才可以提升 所以呢 你看我就去買了三盆桃花在這邊 真的欸 桃花應該超香的 它開花的時候 嗯 然後啊 就是剛好我的對面也是 剛好對面大樓的壁刀跟那個 藥罐煞 所以呢 我就去買了 哇 上海鎮 哇好多東西 老師好會哦 太厲害了 真的 老師這樣總共花多少錢啊 兩萬多塊吧 就是水晶啊 還有一些就是布局 哦 那幫老師總結一下囉 哈哈 太厲害了 對 其實老師有做的很好的地方 但是也有就是安慰自己的地方 哈哈哈哈哈哈 好剛剛老師呢有說過嘛 他的沙發後面呢是有個鏡子嘛 那確實呢有鏡子是不行的哦 因為他代表是一個半小人 所以呢 老師呢也掛了一個山水畫 那看起來是蠻厲害的對不對 但是呢我必須要跟老師說 不好意思哦 你那個山水畫呢 是有一點呢是安慰自己的哦 哈哈哈哈 真的哦 因為他是水很多 但是你的山呢 一般我們講山水畫是 對 山要有扣山 要有山有水 對 但是你那個是瀑布啊 它一個大瓦洞啊 瓦洞這樣 泡下去的 有沒有發現你後面是瀑布很多 沒有山嘛 如果你將來要找的話 你要找左邊的瀑布跟右邊的瀑布呢 都是要同等的多的 水量要一樣的哦 然後中間一個湖泊 那因為你現在你的山水畫呢 都是從門口的方向一直往 你覺得是往柴位流嘛對不對 對 但實際上它是往你的陽台這樣流出去的 要有個湖 才會幫你聚採 這個房子啊 對 明神老師來講 它就是一個享樂屋 就是說 它算是一個蠻 自戀狂的房子 哈哈哈哈 它是 呵呵呵呵 自戀狂的房 因為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這樣看呢 因為你的鏡子有照到你的廚房 然後你一開門見鏡 所以你所有的空間都被鏡子虛化掉了 代表說這個空間的人呢 他可以自己獨處 就是不管 他可以自己在裡面吃喝玩樂一天 他都沒問題的 好準哦 重視他自己的感受這樣子 嗯 怎麼那麼準啊 哈哈 沒有啦 因為其實做成鏡子是因為這邊房子比較小 然後我覺得 對你想要 空間感嗎 對比較大 藍芭媽吼 我可以用一個鏡子罩 要嗎 他就每個人都在夾 哈哈哈哈 對啊 對 他已經關到 他有一點點憂鬱 恐慌了 其實會 其實是會 對 好 擋住才會 所以每一個禮拜一跟禮拜四 晚上的九點呢 我們都會在這個YT的頻道 看到我們的女人我最大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跟我們分享 下個讚好 訂閱 開啟小鈴鐺 鼓起小鈴鐺 哈哈 謝謝大家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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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拜拜